单身男人要追求女人 要讲究方法 正所谓 男者不会 会者不难 没有正确的方法 配合切似 有效的行动 才能事半功倍 为了助你一臂之力 进而早日摆脱单身 以下女人最喜欢男人 心上的六种味道 还望女人熟悉于心 严格实际 女人灵活易入于身 想必假以时日 就可以轻而易举 入活女人心 毕竟恋爱的上上策 不是苦苦追求 而是吸引女人 一 成熟的味道 现如今 随着时代的发展 男女她们都会发育得很早 所以一般女性 都比较喜欢成熟性的男人 一般她们都会喜欢 那种大失控的 因为在很多女性看来 只有找一个 比自己大一点的男人 才能够从她们身上 得到安全感 同时像这种类型的男人 她们也会懂得 如何去心疼性的女友 因为她们的经验 比较丰富一些 总是会在做事情的时候 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所以现在很多女性 她们都不会选择 和异地面去接触 因为她们不想找一个 比自己小的男人 同时还要每天 像关心自己的弟弟一样 去照顾着她们 这样女生都接受不了 所以不要说 现在男生很重口味 她们只是想得到 自己的爱情而已 要记得 人都是支持的 男人身上的香水味道 现在每个人都喜欢注意 自己的着装打扮 都说世上没有最丑陋的人 只有最懒惰的人 衣服穿在身上 合不合适 只有你自己知道 都说人靠衣服 马靠安 所以当一个女人 想要谈恋爱的时候 她们都会选择 那种真实的男人 而且像这种男人 她们身上 喷的香水味道 非常让人喜欢 尤其是当女生 闻到男人身上 这种味道的时候 就能够判断出 自己已经喜欢上她 因为像这种类型的男人 她们一般都是很干净的 不像那种特别邋遢的人 因为现在女生 都比较爱干净 所以她们也很喜欢 闻男人身上这种的味道 通过闻男人 这种身上的味道 可以让自己心化声音 引致于忘却了自己 山 闷烧的味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不但女人很闷烧 男人也有闷烧的 但是往往大多数的女人 都喜欢男人闷烧的味道 因为像这种男人 她们外面会表现得 像个木木头似的 回到家之后 和老婆待在一起 她就会像蒙古一般 举破刀你 在你身上 顺无尽在地 用她的魔杂 举破刀在这里 直到把你吃完为止 所以像这种男人 都是女人 非常喜欢的味道 因为通过闻她们身上 这种闷烧性的烧味 可以让自己感到 一时时的暖意 同时也可以让两个人 产生激情 同时来满足自己的 新高潮 和自己的新欲望 所以大多数的女人 都会选择和这种男人 在一起 可以每天去闻她 这种温消性的味道 是运动后的捍卫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的男人 都非常这种 自己的身体 所以她们每天在加班 回到家之后 都会选择抽出一点时间 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比如说运动 跑步 或者是练拳击之类 都可以使自己的身体 变得很健康 强大 所以一般女人都会喜欢 男人在运动后 留下的汗味 或许在大多数的人的心里 都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要喜欢这种味道 其实这种味道 你如果没有忧心地去闻 根本就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当一个女人喜欢男人 这种身上的味道 是可以让你感觉到 这种男人身上 散发出的那种 敞弹的力量 可以让你得到安全感 和归属感 然而像这种男人 他也很心疼你 五 喝醉酒后的味道 也许随着现在的时代发展 男人都会和朋友们 一起出去喝酒聊天 有的时候 还会去一些娱乐场所 通过这些方法 来排解自己内心的情绪 但是有一部分女人 他们就非常喜欢男人身上 喝醉酒之后 留下了酒味 其实这种别异真的很少 因为女人一般都不喜欢酒 然而我就是这种人 我非常不喜欢酒 因为我觉得 喝醉酒之后 就会使人的理智 发生了变化 就会做一些 背叛指引婚姻的事情 以至于上海了 自己最心爱的人 但是还有一部分女人 之所以会喜欢男人 这种身上的味道 也是可以说明 他们真的很爱对方 只有一个 非常喜欢自己的人 才会在乎自己的味道 才会喜欢对方的味道 六 抽烟时的烟草味道 现在都知道 男人不管 在年轻的时候 还是年老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喜欢抽烟 我们都知道 抽烟有害人体健康 但是在一般人看来 抽烟的男人 可以表现出 他们对生活的压力 也可以看出 他们内心的情绪 只有当一个人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才会不断地去抽烟 通过这种方式 才可以发现 自己内心的情绪 抽烟时 自己忘却了欢恼 而不愉快 所以一般女性 也会喜欢 男人身上的烟草味 因为当你闻到 他身上的这种烟草味时 你就可以明白 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只有通过这个办法 你才可以去接近他 从而去关心他的力 去移动 当他发现 注意到你的时候 他就会反过来 去回报你 也可以通过这种烟草味 去判断一个 男人的成熟文重 不知道以上 自己的味道 你们喜欢吗